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 先前是被指控违反了国安法 昨天进行了第87天的审讯 不过突然传出了他身体八斗不是要求送医 而最近几天的审讯 法庭不断播放的是黎智英 过去和香港总督彭定康的对话记录 声明黎智英在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后 要求西方人士跟政府支持运动 配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只是审讯到一半 黎智英却身体不适 不过稍早传出黎智英今天还是有出庭应讯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